又金刚经历 若兴取向 则为做我人众生说这 你做下了 只要你做一个 四个腾腾都有 它都有连带关系的 我们明白这些道理 就晓得我们现前修的不如法 所以张难这么多 张难能不能化解呢 很难 难在哪里 难在我们听了佛法 我们这个观念转不过来 能不出现吗 能不出现吗 放不下了 怎么办 佛的办法 就是教你 常识训修 你只要不舍弃 这个方法 读经 念佛 听教 一年转不过来 十年 十年转不过来 二十年 二十年转不过来 三十年 肯定会转过来 为什么 时间久了 你真的明白了 时间不到 你那个明白是假的 靠不住的 为什么 经济现前 马上就乱了 毛病 习气 全跑出来了 总而言之 一句话 熏悉的力量 太薄弱了 问题在这 古代的教我们 夜门深入 常识寻修 你才知道的 非常有道理 我常常 给很多同修说 我没有长出 这么多年来 幸亏没有退转 很年年 有一点小进步 云云在什么地方 没有离开进本 这是我自己 对质自己的习气 我用其他的功夫 不得了 持戒功夫 不得了 念佛功夫 不得了 持咒的功夫 也不得了 用什么方法 能让我得了 最后我就想 只有奖金 奖金 你不能不认真准备 你不认真准备 到时候下不了台 这个 给心理上压力很大了 促学奖金 上台讲一个小时 要准备四十个小时 一个星期可以讲两个小时 一个星期的时间充分准备 那时候写讲稿 讲稿要改好多遍 这样才能够把自己真正控制住了 有效果 天天不离开经本 天天不离开教学 这个教学是我要提出学习心得 跟大家分享 在美国 在美国有一段时期 每一天讲九个小时 我记得连续讲了八天 早年在台湾 每一个星期 大概有三十个小时 星期天没有休息 只有这个方法能教你 就是不放逸 不携带 骗老师容易 偷偷懒行 骗听众不容易 听众坐下去几百人 你没有充分的准备 没有认真学习 这个报告做不好 所以真的叫 一中靠中 大众成就了我 我感激韩广长 他对我的帮助很大 最早三十年 每一天奖金 他替我安排 替我找地方 替我去约一些 同餐道友来听经 我们学讲啊 总得有人听呢 听了最好 有人提出问题来问了 问了我不能解答的时候 回去去找书 找参考书啊 三十年的基础 奠定之后 他走了 他也走 我们的发源更深 走向全世界了 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所以学习 成就关键 还是在自己 别人给你做祝愿 你真正有这个心 他就会遇到这个人 来帮助你 来成就你 所以金刚经上讲 若心取向 你就遮了思想 又说 若菩萨 由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即非菩萨 你就退转了 你不是菩萨了 那么你要记住这句话 这句话前面是什么呢 若心取向 若心取向 你就不是菩萨了 我们起心动念 待人介悟 能不取向吗 不取向 真菩萨 取向 受了菩萨界 这假菩萨 不是真菩萨 那菩萨 菩萨 这样教给我们的 上面 银 金刚 菩萨 界表 取向 分别 指示 实际上 错了 顾金云 求出轮回 总不能得了 这样修复 出不了 六道轮回 我们要 记牢 请不吝点赞